若望福音 第十二章 逾越节前六天,耶稣来到伯达尼, 就是耶稣从死者中唤起拉扎路的地方。 有人在那里为他摆设了晚宴, 马尔大寺后, 而拉扎路也是和耶稣一起作席的一位。 那时,玛利亚拿了一斤极珍贵的纯拿耳朵香叶, 敷抹了耶稣的脚, 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屋里便充满了香叶的气味。 那要覆卖耶稣的伊斯加略尤达斯, 及他的一个门徒, 便说, 为什么不把这香叶去卖三百块得纳, 试试给穷人呢? 他说这话, 并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 只因为他是个贼, 掌管钱囊, 常偷取其中所存放的。 耶稣就说, 由他吧, 这原是他为我安葬之日而保存的。 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 至于我, 你们却不常有。 有许多犹太人听说耶稣在那里就来了, 不但是为耶稣, 也是为看他从死者中所唤起的拉扎路。 为此, 司祭长一觉连拉扎路也要杀掉, 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为了拉扎路的缘故离开他们, 而信从了耶稣。 第二天, 来过节的群众, 听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 便拿了棕榈枝出去迎接他, 喊说, 赫三纳因上主之名而来的以色列的君王, 应受赞颂。 耶稣找了一匹小驴, 就骑上去, 正如经上所记载的, 西庸女子, 不要害怕, 看, 你的君王骑着驴鞠来了。 起初, 他的门徒也没有明白这些事, 然而, 当耶稣受光荣以后, 他们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而记载的。 为此, 他们就这样对他做了。 当耶稣叫拉扎路从坟墓中出来, 由死者中唤起他时, 那时同他在一起的众人都为所见的作证。 因此, 有一群人去迎接他, 因为他们听说他行了这个神迹。 于是, 法利赛人便彼此说, 看, 你们一无所成, 瞧, 全世界都跟他去了。 在那些上来过节, 崇拜天主的人中, 有些希腊人。 他们来到加里雷亚贝特赛达人斐里伯前, 请求他说, 先生, 我们愿拜见耶稣。 斐里伯就去告诉安德类, 然后安德类和斐里伯便来告诉耶稣。 耶稣开口向他们说, 人子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只是一粒, 如果死了, 才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性命的, 必要丧失性命。 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 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 谁若侍奉我, 就当跟随我。 如此, 我在哪里, 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 谁若侍奉我, 我父必要尊重他。 现在我心神烦乱, 我可说什么呢? 我说, 父啊, 就我脱离这时辰吧。 但正是为此, 我才到了这时辰。 父啊, 光荣你的名吧! 当时有声音来自天上。 我已光荣了我的名, 我还要光荣。 在场听见的群众便说, 这是打雷。 另有人说, 是天使同他说话。 耶稣回答说, 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来, 而是为你们。 现在就是这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候, 现在这世界的元首 就要被赶出去。 至于我, 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 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 他说这话, 是表明他要以怎样的死而死。 于是群众回答他说, 我们从法律上知道, 墨西亚要存留到永远。 你怎么说, 人子必须被举起呢? 这个人子是谁? 耶稣遂给他们说, 光在你们中间还有片刻, 你们趁着还有光的时候, 应该行走, 免得黑暗笼罩了你们。 那在黑暗中行走的, 不知道往哪里去。 即使你们还有光, 应当信从光, 好成为光明之子。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就躲开他们, 隐藏去了。 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 行了这么多的神迹, 他们仍然不信他。 这正应验了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话, 上主, 有谁会相信我们的报道呢? 上主的手臂又像谁显示了出来呢? 他们不能信, 因为伊撒伊亚又说过, 上主使他们瞎了眼, 使他们硬了心,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心里觉悟而悔感, 使我治好他们。 伊撒伊亚因为看见了他的光荣, 所以指着他讲了这话。 事虽如此, 但在首领中仍有许多人信从了耶稣, 只为了法利塞人而不敢明认, 免得被逐出会堂。 因为他们喜爱世人的光荣, 胜过天主的光荣。 耶稣呼喊说, 信我的不是信我, 而是信那派遣我来的, 看见我的, 也就是看见那派遣我来的。 我身为光明来到了世界上, 使凡信我的不留在黑暗中, 无论谁若听我的话而不遵行, 我不审判他, 因为我不是为审判世界而来, 乃是为拯救世界, 拒绝我, 及不接受我话的, 自由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说的话, 要在末日审判他。 因为我没有凭我自己说话, 而是派遣我来的父, 他给我出了命, 叫我该说什么, 该讲什么。 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所以, 我所讲论的, 全是依照父对我所说的而讲论的。 请不吝点赞,